第一階段 實現你的夢想 接下來呢 我們本週的最後一組 第一階段的最後一組 要登場了 也就是我們的第六組 來 為我呢 容我呢 來宣布他們的特色 他們對戰組合的特色 我們製作單位呢 給了他們八個字 歌聲厚實 有感染力 現場朋友 身上有病菌 會感染朋友的自願 棘手一下 有沒有 金獎一卡好像 你覺得是你嗎 好 我直接啦 直接來講好不好 這兩位呢 我相信 應該是我們 我覺得啦 是最有特色的兩位啦 那就是 鍾天磊對上龍發拳 今天最後一組對戰組合是 鍾天磊和龍發拳 共同特色是聲音厚實 有感染力 歌唱技巧純熟的天磊 一直傳統歌要為參賽歌曲 每次的演唱 也都讓評審老師們耳目一新 但他今天將要面對 同是歌唱實力雄厚 及個人特色強烈的龍發拳 他要如何順利晉級呢 擁有特殊嗓音的發拳 從DLG開始到現在 都是所有人注目的焦點 也是大家茶餘飯後討論的話題 更是名副騎士的冷氣王 今天在蘇布德的比賽 氣氛激壓力下 他能否打敗常進對手 搶下今天最後一席的晉級席呢 一個人面對每個日夜 你在我心裡 我覺得好像回到去年的比賽的感覺 因為這一組呢 可以算是在我們原始一路比賽下來呢 每一集幾乎都有他們 特別是龍發拳 不管走到你我們一定看到他 但是呢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兩位的唱歌的態度都很認真 尤其發拳醞釀得很久 那天蕾呢 你今天不會是唱HIP HOP啊 英文歌 英文歌是不是 應該是唱普跳啦 對 絕對精彩 壓軸 不是開玩笑的 製作單位是有心機的在安排 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場如果不精彩的話 馬上把電視關掉好不好 OK 馬上呢 來欣賞這一組的精彩比賽了 我們首先呢 就邀請天蕾好不好 聖莊要唱什麼樣的歌曲 盧凱族的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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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請我們發唇歌休息一下好不好 再給我們一天的掌聲 加尖叫 好呀 好呀 謝謝 拍手 詞曲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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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带来这首《野百合》 也有春天给他掌声 想敬笑 不同一场梦 我们如是短暂的相逢 你像一阵春风 轻轻落落 催入我心中 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 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 愿你念念你神情永不变 难道你不成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念 就算你留念开发在水中 跳沿的水线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 夜白沙也有春天 夜白河也有春天 你像一阵风 你像一阵春风轻轻落落 催入我心中 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 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愿你念你神情永不变 难道你不成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念开发在水中 跳沿的水线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 夜白河也有春天 爱你 爱你 想你愿你念你神情永不变 难道你不成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念开发在水中 跳沿的水线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 夜白河也有春天 夜晚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 夜白河也有春天 掌声鼓勵鼓勵 夜白河也有春天 哇 这种男人 哇 OK 我先处理一下你的椅子 你这个椅子 跟不坐没什么差别嘛 下次如果有这种就不要用了 免得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的 再给这一组掌声鼓勵一下 哇 这一组呢 哇 真的是艺术啊 我怎么说是艺术的一个对抗呢 我觉得天蕾唱的当然是鼓调嘛 艺术的成分 就是表现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那发拳唱歌大家也知道 他不是用流行乐的唱法 他完全就是用肝啊 心的哇 还可以抱青筋的感觉 他唱歌都一直在摸自己十二指肠的位置 有沒有 翻出来 真的很 不知道很动人 直接好不好 評審老师还没讲评 我们先做票选 来 我们这边女生有几个 美鳳这边算 秀音嘛 佳琪这边 这边女生 这两个同时唱这两个情歌 都情歌嘛 你们会喜欢哪一位 我们先从天蕾好不好 喜欢天蕾的举手 那个 金匠一卡不要举手 你不是女生 田尾你怎么举手 女生啊 就举手吧 喜欢天蕾的举手 好 算票 一 天蕾 你是要摸鼻子还是 一二三四五 六 五 五票是不是 好 喜欢我们发拳的 请举手 三票 三票 三票是不是 OK 樊轩年纪还小 什么都不懂 好 这两个呢 真的唱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 OK 直接交由評審老师来讲评 好不好 OK 那就有请我们的阿达老师 是不是 阿达老师有请 我刚刚讲过了吧 他就是不要叫浩恩 他就是不叫浩恩 他今天就是很简单的 好,我们有请浩恩老师 我们好像从第一季就结怨到现在 對啊 擺脱不了发拳的印尼 今天真的很难评 真的很难评 对 我在想因为有一阵子发拳 他给人家感觉就是丑角 丑角是... 丑角 小丑 不会啊 我讲真的 我有看过这样子的 我们在网路上留言都看过 因为曾经我们那个更生人帮 很挺他 我也是猜点列入黑名单里面 第二季 第二季 第二季,对 但是我真的要讲真的是 发拳这进步的非常多 非常多 我以为你今天只是要来表演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是来唱歌 你可是都不爱你 想你 愿你念你 你深情永不别 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 昨日的事业 真的啊 真的啊 表演的唱歌是非常非常不同 这... 没有错 只要在我评审的范围里面 我一定会要求 唱歌不是表演 没有错 对啊,所以 他让我今天吓一跳 应该是 像天蕾就是 人长得帅 歌唱得好 中期非常十足 然后态度又从容 我真的也会喜欢你唱的情歌 对,但是你就少了那个 记忆点 你没有把你的烘天蕾拿出来 比如说唱完的时候 哭当一鲜 不是 胸... 对 差一点点 你们都是在唱山里面的感觉 所以很难评 但是你们都唱得很棒 好,再给评审老师鼓励一下 OK 要我来评也很难评 因为不同的一个质感 但是呢 今天一定要有所成绩 发现 天蕾,大家都好朋友 直接看成绩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天蕾的成绩 到底天蕾会得到什么样的分数呢 请评审老师给分 天蕾 天蕾 好,我们看一下 富威老师给85分 阿达老师给87分 我们的浩文老师给89分 一共得到相当高的261分 鼓励一下 好,发全了 深思历劫的演唱 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分数呢 请评审老师给分 好,得了 富威老师给86分 我们的阿达老师给88分 今天第一次出现 这样的成绩也是我们浩文给的90分 一共得到264分 掌声鼓励 我们的发全获胜 好了,朋友 握个手一下 哇,真的 发全 那就 哇,你看发全真的是很绅士的唱情歌 再次恭喜我们的龙发全 天蕾 不气馁啦,好不好 衰败以往 你唱得很好 谢谢,谢谢 只是说翻译的工作 我待会再跟阿达老师翻译啦 他一定要找你 故意找一些要扣你分数的 只能说听不懂 我没有扣分数啦,真的 没有扣分 可以啦,以后去屏東小心一点 对不起啊 我一直会觉得今天天蕾很可惜 像我自己的分数就一点点差 而是我只觉得 你今天看得出来你的唱功是很扎实的人 扎实啊 可是 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多的攻击力 可以在这里表现 但是你今天选择的是一个很稳扎稳打 只是在防守 尤其像这个歌曲 到了中后段有一个 好像鼓还是什么 已经回到比较安静的一个声音的时候 照理说那个部分你该很多的发挥 但是你还是让一首歌非常平稳的过去 我觉得会这样很可惜 因为毕竟在舞台上 你要更进一步的让大家寄一下 寄到你的表演的记忆点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是个唱功很好 但是今天没有完全表现的 谢谢 很可惜 好啦,没有关系 天蕾是那种 怎么敢都不会走的啦 开玩笑 天蕾 变脸啦,好不好 谢谢 OK,谢谢 我们天蕾的演出给大家掌声 谢谢大家 OK,好 好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第一阶段的PK竞赛 截至目前六组都已经比完了 相信大家应该有的很开心 我支持的入选 但是难免也会有一些比较失望的朋友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音乐的路呢 其实是可以更长更久的 不是只有在这个舞台而已 那入选的 我们当然恭喜 那没有入选的呢 我希望他们呢 再找到自己的自信 那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 举行的就是第二阶段PK的一个竞赛 那我们会有七组 七组呢 跟各位报告 在这边啦 哇,其实他们已经摩拳插掌很久了 特别是樊轩啦 OK 他已经在等很久了 对不对 下个礼拜好不好 好的呢 为大家好好演唱 OK,我相信呢 大家呢 一定会非常期待下个礼拜 非常精彩的演出啦 但是呢,在这同时呢 我们是不是要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呢 首先 我们的顾薇、顾美美老师 还有我们的阿达老师 第三位我们的浩文老师 也要谢谢我们的猎狗大乐队 好,下个礼拜呢 我们后面七组的PK呢 绝对会精彩万分 节目内容呢 绝对会胜过今天呢 因为他们已经 有更多事情来准备了 重点 不要忘记 持续地支持他们好不好 好 听不懂好不好 好 下个礼拜要回到我们的 袁星雄榜 等你来上方 目前账况是田立涵 洪少辉 田骏 陈兰迪 林美鳳 龙发拳六位英雄 笃定竞技 相信今天的比赛 观众朋友们 宛如乘坐营销飞车一样 轻轻随着比赛过程 起起落落 但残酷的比赛 还没有结束 因为还有更加精彩绝伦的 七组PK赛 即将在下周登场 而七组的对战组合 会是如何呢 其比赛结果 能否有如观众朋友们的预期呢 龙真虎的比赛 究竟入死谁手 二分之一的存活率 或是哪十三位英雄 留在英雄榜的舞台呢 敬请期待更加紧张刺激的 原式英雄榜